谢谢你为我准备的这些 什么梦把你猜成这样 没什么 我是想到了一些 不好的事情 如果你觉得非常的愤怒 你难以排解 甚至影响了你正常生活 那我觉得应该咨询的人 是你自己 就是河顿 他不太适应这种封闭的空间 有病恐惧症啊 你别碰我 不能让你给我原点吗 别再叫我俊俊了 那为什么阿姨也叫你俊俊 俊俊是我弟弟的名字 他在班子姐姐已经死了 说可以了 和乡 faithful 看见骂得不太舒服 喝点茶润一下 谢谢 谢谢啊 小心烫啊 你怎么今天把这屋弄了这么多植物啊 想开个食物园啊 有这么夸张吗 他们说 预知可以清新空气 来 你文明制住薄荷 他们说有安宁星旋的效果 确实还不错 谢谢 谢谢 这只有安宁香的味道 清神舒压 你这儿还弄了个娃娃 喜欢吗 我买了两个 开心嘛 要是喜欢的话可以带回家 你都什么时候准备了这些啊 我钱 来一下 你等我 对不起 霍顿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 如果是我让你不开心了 你打我骂我都可以 你怎么处着我都行 但是你别不开心行不行 对不起 不能在您前路这个了 为什么 如果要是因为刚才的事情 我向你道歉 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办法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 待三个小时 我肯定做不到的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非夜话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前开议 下面有请我的搭档 合队 这是台里固定的宣传模式 之前都排过 什么海报 我跟你拍海报 那些天地 那些回忆 我可是你的搭档 搭搭档 怎么能这么狠心地去北大雨呢 擦擦你脖子吧 都是会的 如果你有一天呢 需要一个特别的精重 你就回个头 我一定在 清开议 谢谢 谢谢你为我准备的这些 谢谢 谢谢